练习 那应该各位应该知道什么叫值数吧 如果不知道 Google一下应该就答案 反正这个所谓的值数呢 就是我今天假如说输入一个数字 OK 假设老我demo一下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的正确 比如说我今天呢 当然它的定义上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1到自己本身以外 中间的其他值给整除的话 那它就是有值数 反之就不是 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入52的话 那第一个啦 2就被整除了嘛 对不对 OK 那一定不是值数 那可是如果今天输入53的话 那你不让大家怎么检查 除了1要所以B还是从2开始 所以你想 for I in range就有了啦 括弧range里面就2 斗点到自己本身以前的每一个 所以这53应该是53停下来 所以斗点应该53 它52嘛 所以等于2到52之间的那个数字 做什么判断 判断 判断什么 if什么呢 if我产生的I 应该颠倒 应该这个数字呢 如果除以I等于0的话 应该是百分比 求余数 如果余数为0的话 那表示整除了 OK 那反之的话呢 就不行 所以如果一直跑跑 讨完之后呢 都没有被其他数整除的话 那表示它是值数 那如果有其中一个的话 那就表示它就不是值数了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用Python写出这样的层次的话 该怎么写 当然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功力够好 你把VBA写出来就最好 逻辑不一样 一模一样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但实际上 就我来说 只是翻译而已 因为把那个语法稍微变动一下 改一改 这边写得出来 其实VBA写得出来 OK 所以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最好两边都能够通的话 那更好 因为现在 软理设计的阵营 或者一些软体公司的阵营 大家可以划分 一边是微软阵营 一边是非微软阵营 那非微软阵营 阵营的话 就是所谓的自由软体的阵营 OK 也就是有点像什么 什么 正义对上邪恶 OK 那现在谁是邪恶 这 旺恶的那个 所以以前我们习惯那个 微软的简称就是MS 但是一般我们会把它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MS MIMO SHORT 微软 通常会这样子 有看过吗 意思就是说 它什么都要钱嘛 不过其实当然你会觉得 这什么都要钱 好感觉 可是话说回来啊 你要付钱就是它保证就帮你弄到头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也很难取舍 因为台湾企业 就是说我又希望节省那个软体的这种支出 但是我又希望这个软体好用 可是这种鱼羽熊掌其实很难兼得 如果两边的阵营的软体都很会用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两边都可以 反正不管啦 公司要是用什么 你就是反正通通可以去帮它做解决 所以这样VBA就是所谓微软阵营 那Python的话就非微软阵营 如果两边你都会写出来 那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该怎么写 可以想想看 我刚刚已经把那个逻辑叙述出来了 只是说程式如何写 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 所以会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我取名叫Redout 预设值是等于False False就是它的初始值就是不会被整除 那什么时候会变成True呢 就是它被其中一个数字给整除了 那就把它改成True 这个Redout就是Booling Booling就是开关一样 这个时候预设是关 如果被整除了变开 变True 变True的时候 那就表示不是直数 False的话 那就是直数 我的逻辑是这样 应该可以懂逻辑吧 所以底下的话 大家就加一个什么 就是输入 请输入一个整数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变数名称叫Crown 然后它就请输入 就像这边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我一样把它用int转型 接下来的话 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 For i in range 刚刚讲的 2到这个prong 有没有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if 对不对 if这个prong这个值怎么样 百分比i的话等于0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尽量以后你的思考逻辑 如果可以很直觉 想到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马上产生对应的程式码的话 那你又写程式就很轻松了吧 所以像我的习惯这样 尽量我的口语 我的表达 尽量能够符合那个程式逻辑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想完 讲完之后的话 那我马上就可以把对应程式给写出来了 OK 像是最好 最理想的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讲完之后 还要讲半遍 程式上也写出来 那当然很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他能够被整除的话 怎么办 把relaut变成什么 relaut变成true就可以了 有没有 变true了 可是问题 那后面再怎么写 后面的话呢 就再写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relaut 等于true的时候 那就什么 print是什么 true就是能够被整除 那就什么 print不是指数 反思的话呢 那就是指数 好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这个程式的叙述吧 OK 这是我想到的方法 OK 当然如果你要改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要符合你自己的逻辑 你不要说硬是 写很多的跳的逻辑 OK 另外跟各位讲 我放在云端上面 我又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觉得force 这个打 叫打五个字 其实我的习惯 因为force就是零 true的话呢就是什么 就是一嘛 这样你看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很喜欢用零 来表示force e 表示true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会发现打force 虽然也可以 只是感觉好像打比较多的字 true的话也可以 但是相对 所以以后你看到e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 等于true的意思 那这边的话呢 为什么他会执行下面 因为他这个是e 就是等于true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以改成啊 等于等于true 这样也可以啊 true是不是等于true 是啊 可是好像多写了 所以这个可以拿掉 不用没有关系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撰写一个什么 做直数判断的一个小程式 你可以用fow圆圈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以用fow圆圈 可以 没关系 你只要不要涂法链钢的话 都可以 来画面先黄酒给我一下 那再来就是 试试写完之后呢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VBA的版本 当然可以啊 所以最好两边都可以通吃 以后的话 不管说你是用哪一种语言 都可以很快的把它写出来 不会有问题 试一下